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那小子 这一次武艺的好朋友陈祥也作为嘉宾来到了现场 而且在武艺的生活纪录片里面他们也是在等 陈祥和武艺坐公交车的时候 就和武艺讨论起了人生大事 也就是如今他们父母很在意的婚姻问题 因为他们都是快三十岁的人了 突然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 记得以前看快乐男生的时候 他们也还是个孩子 他眼睛已经不小了 可如今虽然被父母催婚 但都还没有女朋友呢 陈祥说自己的妈妈急着抱孙子 希望他可以结婚 可按照现在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啊 以为陈祥是没有女朋友的 曾经有一个被所有人都看好的感情也结束了 陈祥和前女友毛小童当时可是被所有人祝福 可最后还是分手了 武艺的妈妈呢 就是希望儿子可以找到一个能够照顾他的人 因为武艺虽然年龄不小 但是像个孩子一样 总是不会好好的照顾自己 这让妈妈很担忧 陈祥的妈妈呢 挑选儿媳妇的要求就更奇葩了 直接希望儿子可以找一个医生 因为陈祥的身体不好 总是容易生病 所以找个医生的话就可 以好好照顾陈祥了 看来陈祥妈妈挑选儿媳妇的标准还是挺严格的 这样说的话 前女友也是圈内人 比较忙时间也比较少 就不能够时时刻刻的照顾陈祥了 所以大家都猜测 这是他们分手的原因吗 武艺和陈祥都在感叹 现在的父母挑选儿媳妇的标准就跟招导母一样 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了啊 但男子汉不是更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吗 好好的照顾女孩子 而不是找一个妈妈级别的女友 毕竟都是相互关心的 所以陈祥表示 如果他以后有了孩子 就一定会教育孩子 要找一个可以保护他 照顾他的人当自己的女朋友 这样才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男孩子应该有男孩子的担当 本文有话量说 娱乐原创 欢迎关注和留言